第211集 魏德大概是想证明自己才是桑琪的心腹 桑琪哭笑不得地说 你呀 这也值得置气 玉树再好 总归是燕云芝的人 可你是我的姐妹呀 真的 连偏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句 见桑琪郑重地点点头才放下心来 眉梢一扬 抬手推散了她两下 假意撑当 什么姐姐妹妹 肉蛮细细的 恶心此刻人了 这人真是别扭 桑琪连忙躲闪求饶道 好吧好吧 连偏大小姐我错了 二人笑闹了一会儿 桑琪的视线落在了连偏从临安城带回来的那套 为自己精心缝制的嫁衣裳 借着烛光 不由得也想象了一下 将来有一天连偏自己出嫁 穿上这一身红衣是什么模样 一定很好看 并且那时自己也必定要在她身边的 而二人都为人妇之后 必然会分离 桑琪一想到分离 又难免有些伤感叹了一声 还说什么永远 你不久之后也该成亲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言习 你我二人也总是要分开的 聊到这个话题 连偏也安静下来 面上的笑容消失不见 沉吟半上忽而有些自嘲的低笑 说得哪里话 我跑到什么地方去成亲 宁愿不嫁 一辈子守着你算了 只要你不嫌我爱事就行 我怎么可能嫌你 桑琪一脸无奈 我当然巴不得你永远在我身边 可那样的话 严小良还不得跟我不共太天啊 连偏扭过头去 喝了口茶 低声道 提他做什么 你就知道拿我娶乐 桑琪看他的样子 觉得有些不对 不由得醋没问 怎么了 你们在恋爱又吵架了 他有别的女人了 还是 都不是 听他越说越没谱 连偏赶忙开口打断 叹息一声 说着 他倒是没什么 但你也知道 我们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之前在宁安 严夫人就同我强调过这件事 问我愿不愿意给严严作妾 虽然我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 能给他这种名门显贵 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妾室 就已经算很不错的归宿了 可是一想到他将来会娶别的女人为妻 在我面前双诉双妻 还是觉得接受不了 所以还是算了吧 我呀 就跟着你过 我们姐妹二人 挺好 总会有办法的 先别急着放弃 丧妻劝道 然而严夫人的传统保守 是出了名的 严严又孝顺 这两点 二人都心知肚明 丧妻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没什么底气 连偏更像是早已经打心底 接受了现实似的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只转移话题说 你快成亲了 我们不说这些不刚性的事 丧妻沉默下来 准备梳洗旧情 心里却还在惦记着连偏和奄奄的事 她始终相信 总会有解决之道的 只要他们两个人真心相爱 这世界上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 就像她和燕云芝 哪怕隔了千山万水 心里依然只有彼此 依然会跨过重重险阻 等到云开月明的那一天 等来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婚礼 丧妻出嫁的那一天 江山和清海燕都城秋高气爽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因为她没有兄长 没有父亲 大伯的腿脚又不方便 因此送亲的任务 便落在了她的堂弟 丧柱身上 鹦鹉的少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 泛着寒光的玄铁保甲加身 披着火红的披风 高举锋利赠量的长枪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身后跟着的是 董先念和董仲卿父子 还有曾经跟丧齐一同上阵杀敌的 丧家亲卫的一部分骑兵 浩浩荡荡三百余人 金戈铁马 气势灰宏 走的还是当初他们从洛京出发 奔赴前线时的路线 在洛京城里绕了一圈 不同的是 这一次将士们的腰间 记得却不是搞素 而是红花 行进到一半的时候 严小郎也跟着来凑热闹 率领自己的队伍接在了后面 将声势继续壮大 烈烈红衣和整齐画衣的枣红色汗血宝马 仿佛在洛京全城点燃了欢庆的火焰 铺成了绵延的十里红装 饶氏队各种各样的大场面都已经司空见惯 短短数年间江山动荡都经历了两次的洛京百姓 也被这豪华的宋家队伍所震撼 人群拥挤将宽阔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有人说 这场婚事之所以如此隆重 是因为两个新人等了彼此太久 还险些错过 有人说 是因为真龙天子归位 重新履行先帝一致 想借此契机为自己树立威信 也有人说 不过是因为两家都有权有势 也舍得花钱 故意要这样罢了 队伍便在这种种议论声中 自北向南从长街走过 迎上了燕家来接亲的队伍 与桑家军气吞万里 刚毅大气 扬威天下的阵势不同 燕家人虽然今日不再用他们所习惯的洁白 也将装饰换成了红色 可鲜月飘飘的遗障里 香车雅致 青纱威夷 处处显露出了风流天下的燕家子们 优雅从容 高洁伟岸的风范 尤其是人群之中 那个一袭白衣 滑发挨挨 手指浮沉坐在梅花路上 特地跟随自己的大弟子来迎娶小弟子的燕鹤行 轻轻扬一下浮沉 淡淡犯一下笑意 举手投足之间 尽数带着飘渺先锋 人们仿佛看见他身后跟着的是银龙骨色金鸾驾车 某一个恍惚瞬间 当真以为是哪个仙家下凡来迎亲了 再看队伍最前面的那个 则是曾经被称为大燕第一公子 而今被传送为一代名相 一手执掌的大燕命脉 无可定江山 闻可治天下 有翻云覆雨之能的男子 他俊雅绝尘的面容是如此夺目 风霜高洁 清雅滑贵 龙张凤姿 即使在如此光辉璀璨的队伍中 也能一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那便是桑七的夫君 世间独一无二的燕云之 从桑府大院到燕府门前 桑七本来想好了 出嫁的时候一定要高高兴兴的 千万不能哭 可这短短的一路上 回想起自己与他相识以来发生的种种 想起分别的这三载 还是不可免俗的 像所有出嫁的姑娘一样 哭了个气不成声 两支队伍会合后 一路来到张灯结彩的燕府 古宅上下亦是一片喜庆祥和 除了燕云之的高堂和桑七的大伯 少帝荣巡也来见证二人的新婚之喜 主事的则是德高望重的老帝师冯诺 他颤颤巍巍地站在大堂中 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 一拜天地 桑七便想起了自己在国子舰的时候 一听他用这么大的音量喊话 就一定是在吹胡子瞪眼睛地教训自己 不由地低头的同时偷偷笑了一下 二拜高堂 桑七看到了大伯桑重眼眶里 隐寒的泪水 这个沙场上出生入死的硬汉从未在人前掉过眼泪 此时却死死地握着拳 强忍着将眼中的热泪压回去 虽然经历了手足的横死 亲眷的背叛 眼下的他年岁意识不小 还得在重整桑家的过程中担惊竭律 可是见到眼前的一幕 他觉得若是自己的弟弟在天有灵 能看到今天这桩婚事的话 也可以安息了吧 艳相夫妇在大风大浪里经历了这么多 看着幼子和心腹 目光中有种看透了世间沧桑的慈祥和安宁 让桑七悬着的一颗心顿觉温暖了不少 而后夫妻对拜 他便与燕云芝相对而立 默契地憨守